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得救的问题 你有看到这漂亮的烟火吗 你在101跨年的时候看烟火 请问有人在旁边跟你收钱吗 看这美丽的烟火是免费的 是一个礼物 但是你知道他们烟火花了几千万去准备吗 就很像你的救恩 对你而言 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 使你进到一个蒙福的人生 使你被天父所接纳 重新成为神的儿女 这件事是完全免费的 只要因性就称义就被接纳了 但是耶稣却为你重价的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摆上了一切 你才能够白白的得到这一切 这就是救恩 这就是救恩的核心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可是为什么我读到圣经 有提到所谓的恐惧战惊得救 到底怎么回事呢 恐惧战惊得救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是白白得救吗 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得救 我们来看圣经经文 菲利比书二章十二节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长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对啊你看圣经上面写 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而且要长顺服 怎么办 我不是那么长顺服 我有些时候觉得我没有很顺服 啊这样子我能够做成我得救的功夫吗 我是不是要恐惧战惊 不是说救恩是白白的礼物吗 该不过我刚才看101的烟火 回家会收到账单要付很多钱吧 我告诉你 真理是你得到自由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菲利比说二章十二节的心谱几本 你读过你就会得到释放 亲爱的朋友 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上来遵从我的指示 现在我不在你们那里 你们更要如此 你们要努力显出得救的成果 并要带着深深的敬畏顺服上帝 你会发现 合本翻错了 如果你觉得 真的吗 搞不好是心谱几本翻错 没关系我等一下给你看另外一个经文 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 你们要努力显出得救的成果 意思是什么 你已经白白的得救了 你要努力的部分是显出得救的成果 就是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你要显出上帝在你里面 那个喜乐丰盛 怜悯爱跟接纳别人 你要显出那个得救的成果 然后带着深深的敬畏顺服上帝 不是恐惧战精的去得救 是显出来 一个经文不够 另外一个版本 我们来看下一个版本 当代中义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是你们当学习服从的榜样 既然当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你们成为一颗顺从的心 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 你们更要如此的 你们要战战兢兢的 为已得到的救恩谨慎生活 你会发现 这个版本当代中义本 把实态翻出来了 为已得到的救恩 已得到的救恩 你已经得救了 白白的得救了 只要愿意的人都可以得救 白白的得救 但是这边提到 你要战兢的活出 你已经得到的救恩 基督徒可以倚靠上帝的恩典 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 你可能觉得 我好像没有很顺服 没有很什么 我告诉你 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 你已经得救了 然后你的里面被神的爱充满 然后你能够顺服神 然后你能够去爱别人 然后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所以得救是一个礼物 而得胜是地充靠高昂的宝血 以及自己所见证的道 就得胜一同作王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求祂赦免你借的罪 你就得救了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 战兢的有智慧的 倚靠神 敬畏的 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 这边的战兢经义不是恐惧 而是敬畏的与神同行 荣耀祂的名 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 让我来为你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祝福在荧光幕前面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朋友 要知道救恩是白白的礼物 耶稣基督已经白白的 把恩典以及祂自己赐给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 我们就会得救 我们就可以蒙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切的祝福 分享给世上许多的人 但是我们也愿意选择 敬畏的活出一个名 已经得到救恩的美好成果 让世人来看见耶稣基督 以及祂可爱的孩子们 来荣耀上帝的名 奉以实名祷告 阿们